各位同學,我們來上第四課 那我們今天第四課,我們要教阿圓裡面一個非常核心的東西 叫自訂函數 好,就是... 在講怎麼寫自訂函數以前 我先跟大家講為什麼這是核心 就是...至少在前面三節的課,你應該已經體會到了 很多...我們雖然會的函數不多 但透過他們的組合,我們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嘛 對不對 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可是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像相傑克 Duplicate 的這個函數 它是不是一行就可以...一個函數就可以完成很多 我們好幾...可能有一個回圈 然後加上可能有個五、六行甚至十行的程式的內容 對不對 好,所以你就會很懷疑一件事情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自己去把... 我覺得來說十幾二十行的程式 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 這樣我以後要用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樣大家應該有聽懂的意思齁 好,所以這就是要自訂函數 自訂函數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這樣複製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我們先不要複製好了 我們就直接...寫 好,這個... 這個... 這個是... 函數的名稱 在愛媛裡面 你有一個物件,然後等號 這個就是...等一下右邊的東西要傳給左邊嘛 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要寫函數囉 這個函數就叫Function 然後小括號、大括號 你就先寫成這個樣子 這樣就是自訂函數的標準 剛開始的模式 然後接著啊 這裡你把它打上... 這個... 呃... 這個... 你的Input Input的名字叫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叫X 你也可以叫U 我現在就叫U好了,沒關係 好 SQRT U 這就開根號嘛,對不對 然後乘以10 好 這樣子 注意我現在右手邊是沒有東西的齁 我現在按加run了以後 我右手邊是不是出現了一個東西 它的屬性是什麼 它的屬性叫Function 對不對 好 然後你看喔 AddScore 36 你看這變60分了 所以這是一個 代表的是 這個Input 經過我在函數裡面定義的東西以後 出來是不是就變成了我的Output 好,那我再教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是自訂函數的基本架構 可是實際上我們寫自訂函數的時候 不會這樣寫 因為它的基本架構長這樣對不對 我先把它往下拉 它的基本架構是不是長這樣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實際上在寫的時候 跟我們在寫回圈很像喔 我們會先在下面做一個測試 舉例來說 這個U等於36ROM 這樣這兩行是不是我想 我的Input是不是在上面 然後Input完之後 我要執行這行面算對不對 好 當我寫好一大串程式碼 覺得它可以WALK了以後 我們才會把這個東西丟到上面 然後這個東西丟到這裡來 好,這樣子 然後我們才會把這個函數把它包起來 注意一下我寫作程式語言的過程喔 這個寫的方法很重要喔 因為 如果妳一下子就說我要自訂函數 然後我就要開始寫自訂函數的內容 這樣大概多半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複習一下 我們第二節課教的菲波納奇數列 它的做法是長這樣子 好 大家看著喔 這次我是直接貼上喔 好 X11開始對不對 然後接著 這個 從3到20然後之後輸出X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菲波納奇數列 這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我就不去細節展開 為什麼回圈這樣寫了喔 我到今天這一節課 我defore認為大家回圈都應該是很熟練的 好 如果不是很熟練的話 課後留下來 我們問一下 我們來討好討論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們認為這個你應該會覺得很簡單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仔細思考一下這個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 菲波納奇數列其實只是1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可是 這個要輸出多長的菲波納奇數列 這個我們不只 我們想要給使用者選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注意看我怎麼打的喔 我打last sequence 等於20 然後我把這裡取代掉 現在這一串是不是還是可以照常運行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齁 好那接著我們來 我們來寫一下 m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好然後 它的基本結構是不是長這樣 可以嗎 這就是我要自訂函數的基本結構嘛 對不對 好看之後怎麼做喔 我把這裡複製上來 貼上來 然後我把last sequence放在這裡 好這樣看著喔 我先按下run 這裡是不是出現了一個my function 好my function 我們來看my function 然後我輸入 20 它是不是就給我這樣了 我輸入30 它是不是就會給我30個菲波納奇數 數列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 大家知道 怎麼樣去整 怎麼樣去使用 怎麼樣去寫這個 就是自訂函數 你不要直接從頭到尾打喔 這個是一件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應該要做的方法是 你按照我們剛剛的流程 你先寫一串在外面 然後接著 把參數提取出來 之後再把參數 放到這個自訂函數裡面 這樣子可以嗎 好那我們接下來 繼續講說 如何擴展 費波納奇數列 我來看一下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先還原回去 好來 還原回去 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 我剛剛 這個 我剛剛只有 列 sequence 對不對 可是函數其實可以加很多東西 那我們這邊假設 我們再定義起始值 A等1 B等1 然後我們把這邊換成 A B 這樣我是不是就可以自訂起始值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那我現在要怎麼做咧 來 我現在一樣把這一串程式碼 拉上來 然後這裡 A B C 所以再看一次我的買方圈 我買方圈本來的 input 只有列 sequence 對不對 現在我在執行次這一行 它的 input 不是C 不好意思 這邊是列 sequence 再執行一次 大家看到了嗎 現在是不是有三個 input 這個時候 你如果 輸入 1 1 20 那是不是就是剛剛的結果 你如果輸入3 1 20 那這個是不是31710的這個 數列喔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少輸入會不會怎樣 有問題對不對 它回答的 arrow叫什麼 缺少引數 列 sequence 並且沒有預設值 好 所以我在這邊要教大家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前面給它等於1 等於1 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值就有default value default value 就是當你不輸入的時候 它就認為就是代入1 好 我們現在再按一下 run 現在你看我們的 function是不是改變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輸入 我們就輸入20 噢不行不行不行 他 他會以為你的 你 他會以為你是改這個A是20 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指定列 sequence 等於20 好這樣 你看我即使沒有打 其實它也是可以用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可是我可不可以改 我可以改 B等於3 看到了嗎 這是不是改了 所以 這樣的一個寫法就是 我 寄給它 寄給它有足夠自由度 但是當使用者不想輸入的時候 它就是會有default value 這個是不是我們在很早前 我們在上函數的時候 我們就有發現 像LOG這個函數 它的底數其實是有default value 但是這個就是 就是 就是 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function要怎麼實現這個功能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好 那 這邊需要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 你的列 sequence 我們現在來輸入一下 只要你列 sequence 輸入2的話 它其實會 出現error 對不對 為什麼出現2會error 因為你這邊 回圈是從3開始 對不對 這邊回圈是從3開始 那你廢本來輸入了顯然 第一個 就是你 其實只是1-1 你至少 這個列 sequence 至少應該要 大於等於3 那這個 就是 這個回圈 它才有辦法運行 對不對 那我問大家一下 如果你寫出一個函數 然後 你寫出一個函數 然後使用者輸入2的時候 結果它給你回答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 會不會覺得很難看懂 所以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是 我們 在這一段函數裡面 強迫它 我們先把它拉出去 這樣大家比較容易懂 好 我已經拉出去了 對不對 我已經拉出去了 我強迫它 先確認 if 小括號 大括號 然後 這個 我通常這樣寫 else 我們給它一個ifelse的組合 if什麼勒 if less sequence 小於 3 我們就return cat cat就講話 前幾節課有教過 cat講話什麼勒 less sequence should be more than 3 好 這樣子 那else else我才執行 else我才執行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把這一大串 執行 它是不是 欸 你現在輸入這樣沒有問題嗎 輸入2 我們再執行一次 它是不是就會告訴你 這個不行 對不對 好 所以你接著 你再把這一串 貼到 我們的my function裡面 現在我們的my function 就會 就會足夠強壯 可以應對這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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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sequence 小2的時候的狀況 好 這樣可以吧 2.5也不行喔 好 3它就可以run了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所以 就是這個 就是 你可以把這個cat函數換成message 或stop 我們來換一下試試看 好 3還是沒有問題 2的話 看到了嗎 用message函數 和用這個cat函數 差別在哪裡 顏色不一樣 就只是顏色不一樣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顏色不一樣 好那我們換個stop好不好 我們再一次 欸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是用stop的話 前面會出現一個 arrow in 什麼什麼什麼 stop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要給使用者訊息的時候 我想要讓他清楚知道 這是一個arrow 所以他前面就會 arrow in 然後 冒號 有stop這個函數的話 他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來做練習 練習是這樣子 現在這一大串 是我們 上上上捷克 找指數的 完整語法 就是你在這邊輸入maxx 你這邊 你現在直接輸入這一大串 你現在直接用 然後我們這樣執行 這是不是找100以下的指數 那我們這邊把100給1,000 他是不是找1,000以下的指數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 這一大串 很長 那我現在希望你把它整合成一個 自訂函數 你就是希望 使用者 他不要知道這麼多的細節 他只要輸入一個數字 那我就會找他以下的所有指數 好不過一樣 記住 在某些狀況下 他會產生error 什麼樣的狀況 你大概給感覺出來吧 你的maxx 如果你找1以下的指數 這樣有意思嗎 或者你找-1以下的指數 這個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 寫一個ifelse 去保證 那個函數 在使用者輸入 不符合 他可能對指數的概念 沒有那麼了解的時候 你必須給他一個提示 就是這樣 好我們花一些時間 讓大家把自己的自訂函數給寫出來 好 來我們看一下要怎麼打包成函數 這個 打包的方式啊 就是沒有那麼難 但是 有蠻多段 我希望大家 以後要做自訂函數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要寫 就是你不要寫得那麼快 就是一下子就說我要 我要這個 這樣子 就是買Function 等於Function 好 我剛剛看到很 就是有一些人的過程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就 欸!這樣就直接貼上來了 然後就開始在裡面寫什麼 喔!if啊! 這個就是 if什麼什麼 然後else什麼什麼 之類的對不對 這樣子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樣子齁 除非你是 就是你對這個程式語言 長過度非常非常高 不然這樣很難寫 那 我來講一下怎麼寫會比較好 來 好 你先打出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 if else不要在裡面打 在外面打 你打在這裡 你首先你先試一下 你先執行一下 它是可以run的 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 if else打在這裡 你if小括號 大括號 else 大括號 這個格式先打出來 打出來以後 我們非常確定就是 這個 maxx ifmaxx小於3 就是 stop好了 stop就是 max.x should be more than 3 好這樣子 然後接著 接著你再把這一大串把它複製下 有 我看有人會少複製到這個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是把結果print出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把它輸成這樣 好 這樣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希望大家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你看 為什麼我們這邊要空 空兩行 空兩個空板 這事情蠻重要的 不然你以後程式的可誤性會很差 就是 你以後寫了這一大串以後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哪一個區塊哪一個區塊 甚至還有一個東西叫警號 警號可以加註解 警號是這樣子 就是 the main process 類似這樣子 你可以加一些註解 不過註解的部分 我大概到 我忘記下一課還是下下一課的時候 我才會教這個東西 但是 呃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 你這樣子程式可誤性會比較好 你 尤其在你面對之後 你看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是幾十行的程式了對不對 好 我這樣按下 sauce以後 我這個my function 就可以用了 my function寫2 這個大概就error my function寫23 23為什麼會有error 哦 因為我這裡忘記放這個maxX了 ok 我再sauce一次 23他就會 欸 23 太不給面子了 因為這裡 這裡我忘記把它刪掉了 這樣可以嗎 好 sauce 23 他出來就是23了 那這個 就是 你如果是1的話 他就會出現error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自訂函數要怎麼做了吧 就是 你先在外面寫完 再把它一起打包貼上去 這個都不會是答案 就是我這種寫作程式的過程喔 這都不是直接去貼答案你可以學會的啦 就是這個 就是你們上課的時候真的是要好好體會一下 到底我是怎麼去打那個魚抓 這樣 那個順序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就是 合併資料 這個事情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我們今天的第三小節 非常的挑戰性 而且你學會 你學會了 就是你 學會了以後 你會發現原來整理資料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那第二節還算比較簡單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節我們要做什麼 好 首先先請你到這裡下載上個檔案 好 你下載完了以後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檔案 好 你會得到一個Monitoring 1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 我是把它放在Lesson 今天是第四課了 我是把它放在Lesson 4 好 接著你可以用DUPLICATE的這個函數 配合 這個 它等於FALSE的就是沒有DUPLICATE的 這樣你可以得到一個DATA1CLEAN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上一節課我們教過 但上一節課我們不是用DUPLICATE的這個函數 我們上一節課 是用一個比較複雜的組合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用DUPLICATE這個函數就好了 好 接著 接著我想要把它變成一個PIPELINE 就是這是一個資料處理的標準流程 你看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給我檔名之後 我把檔案讀進來 接著 去掉重複之後 把去重複的資料把它輸出出來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DATA PIPELINE 好 我們可以直接複製這一串 這邊我就不示範了 好我示範一下好了 就一樣 FIREPASS 等於 我們先把這一段提取出來 好接著FIREPASS在這裡 這是第一步 這個步 這一步大概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接下來下一步 DATA PIPELINE 等於 好怎麼貼咧 把這一堆丟到這裡來 欸 這裡 然後這一串放到上面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喔 你這樣按下RUN了以後 你直接輸入這個PASS 它是不是就處理好了 那你輸入這個Monitor2 Monitor2你要再去下載啦 就是這樣就處理好了 對不對 好這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那你可以直接把這個東西的輸出 變成一個新的物件 好這樣可以吧 喔這個少打了一個 打一下 好這樣子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個 乾淨的這個檔案 好 那得到乾淨的檔案之後啊 我要來做一下簡單的資料合併 好什麼意思咧 來你如果仔細 你如果把第二份檔案也下載下來的話 第二份檔案在 呃這裡 這裡下載第二份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得到一個DATA CLEAN2 DATA CLEAN2 好我們來試一下 DATA CLEAN2 好這邊我是不是有兩個檔案 然後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5點半的 側站的值 這是空氣污染的指標啦 這是5點半的時候側站的值 這是早上7點的時候側站的值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想要的一定不會是 這樣的分開檔案 我們想要的一定是 所以說 同樣都是國家國小 好了 他這個 這個 早上5點半是多少 然後 這個 7點 早上7點的時候是多少 我們這樣才能夠 很方便的去 這樣的整理之後 我們才很方便 能夠做後面的事 對不對 可是啊你應該有注意到 就是 這個School的這個順序 好像是不統一的 並且有時候左邊有 有時候右邊有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要怎麼整理這樣的數據咧 你們有用過Excel的VLOOKUP函數嗎 有用過舉手一下好不好 有聽過舉手一下 完全沒有人 沒有關係 因為 等你們學會用R以後 你們不可能會願意把Excel打開的 因為功能實在差太多了 就是 這個功能好用太多了 那 這個 自由度也高很多 那 沒有聽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要交的這個 merge函數 等同於 Excel裡面有VLOOKUP函數 當然比他功能強大還非常非常多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我要做什麼 來看著喔 我把 data1clean 跟data2clean 把它merge起來 bySchool bySchool的意思是說 我 用School當鎖影子 我把左邊跟右邊的 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現在把它merge起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 我把它merge起來 大家看到了嗎 我現在把它全部print出來 來你看喔 這個是人愛國小 人愛國小他在 這個時間點 他測出了一個這樣的值 然後 到了 他第二個時間點的值也上去了 可是你看 對於南湖國小來講 他是不是只有第一個時間點也有值 他第二個時間點是不是就是NA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好 那當然就是現在這個資料表 你看起來很亂 因為 你有興趣的可能不是所有的變相 他講真的 這個device ID device ID 他在這個 就是 他在 5點半的時候跟這個 7點的時候 他不會改變 大家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的還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想要的是這個樣子 我們希望 這個 我們希望 我們合併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 只有SD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PM2.5的濃度 我希望 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我希望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考驗你一下 怎麼樣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前面我已經教了 核心關鍵函數 merge 這merge 是核心函數 merge會很常用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亂亂的data 變成這個樣子 請你嘗試一下 好不好 然後我跟大家講 你不要 你不要到了這一步 merge data之後給索引 你不要這樣搞 去年我看過有人這樣搞 那我覺得 這樣就沒有意思了 好不好 他就打說 那我們首先是 第一個是school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sd0 點x sd1 sd0.y 欸 欸 為什麼 我 我 哪裡打錯了嗎 喔 不是sd 是sd 這樣sd0 好 他們 去年有人這樣搞 好不好 這不是我要的結果 我要的結果是 你在裡面 你在你的data1clean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乾淨了 我那些 我不想要的東西都已經丟了 這樣可以嗎 你改的是這個函數 不是 不要直接給我出這個 好不好 你直接出這個會有什麼缺點 我跟大家講 你merge完了 你今天如果還有第三個檔案 第四個檔案 你這樣子 你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可擴展性 可是如果你把語法改在這裡 你每一次讀檔起來的時候 他都有個新的value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好 我先直接跟你們講 實際上 我們目前已經做到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需要什麼 好 目前已經做到的是 現在這個data2clean 我們現在head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已經是被clean過了 可是我剛剛說了 我們 只想要sd0這個數值 對不對 好 我要只想要sd0這個數值 那我要怎麼做 我一定是用鎖影 這樣可以了解 我要往 你要現在往我們的目標講 就是我現在需要用到鎖影 那我要怎麼用到鎖影 我們先 還原回 原來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你不要在函數裡面改 在函數裡面改 非常困難 好 好 我們現在這一段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語法對不對 好 那我要怎麼樣 使用這個 我要怎麼樣 只要這個就是sd0 我是不是可以用到 呃 所以你就是用中化號碼 這個沒有問題 好 來 因為你是一個二維陣列 所以你豆點先打下去 這樣絕對不會錯 那你需要 某一個 RAW某一個column 對不對 RAW你不需要選 所以你只需要選column column你是要什麼 你是要sd0 sd0對不對 好這樣子 你是不是就會選出你要的 你是不是就會選出你要的 你是不是就會選出你要的職了 好可是 只有這樣子不夠 因為 你需要scool 如果你沒有scool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合併 你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就不知道這個 這個17車是哪一間國小的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scool 那 所以我就需要同時把scool 跟sd0把它拿出來 但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打 我不能這樣打喔 因為 因為 他回答我 因為你 舉證裡面不可以有兩豆點啊 你又沒有三圍對不對 你需要把這兩個 合在一起 再一起丟進這個所影 這才是我要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要的東西 他非常乾淨 就是scool跟sd0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請你再把這一串 返回到這裡來 這才是我要的東西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把他 我們接著 我們接著再執行一次 我們再執行一次 大家看 這data1乾淨了對不對 data2勒 他也是乾淨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再merge merge完之後 你看到了嗎 這就是乾淨的 這樣可以齁 好 我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先把我剛剛的事情做一次好不好 就是我已經給大家看 我的整個思路過程了 那大家再做一次 好 來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先下載這份資料 然後下載這份資料之後 你把它讀上來 他長成這個樣子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某一個人叫N N這個人 他有CKD這個疾病 我們把它全部打開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格式是這樣子 某某人有個什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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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 我希望你把資料轉成這個格式 變成 A 他有CKD 有depression 有DN 有HTN B 他有CKD 有depression 有DN 沒有HTN 我們想要把這個資料 轉成這個格式 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很困難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現在就想得到怎麼做的 應該是不太可能 好不好 這是 而且你想想看我們交的函數 沒有很多對不對 我現在 我直接跟大家講 先劇透一下 我絕對不可能現在跟你講說 喔 這個時候有一個什麼函數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要這個樣子 從今天的這個小節以後的所有 至少 三四節課內吧 所有的小節都會長成這樣 我一開始都會先秀一下 原始就要長這個樣子 我希望你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好 現在你會覺得很難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想一下 如果我們現在不要用程式的話 你可以做 就是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講 我們就是 如果今天 這份Excel檔 我們把這份Excel檔 弄下來好不好 好 大家學習一下我的想法喔 好 這是這份Excel檔對不對 好 如果我現在想要 改屯剛那個樣子 你覺得我會怎麼樣 我看一下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對不對 然後接著 這裡是不是寫ID 這樣可以吧 然後這裡咧 總共有四種疾病 但是為什麼會 為什麼是四種疾病 來 我要怎麼確定是哪四種疾病 我們這邊Excel是不是可以 做一下篩選 他現在告訴我就只有四種疾病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是不是 這邊就是 DN CKD 然後 Depression 然後HTN 好我們就假設就是這樣子 可以嗎 好 接著 ID第一個人 A嘛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填A的數字 你是不是這樣填 你把A篩選起來 它四個都有 所以 所以我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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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接著咧 我們填B嘛 對不對 好來再來 欸 這個 是不是少了幾個人 少了HTN嘛 對不對 所以 是不是這樣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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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好 以此類推下去 這就是我們如果手工做的話的過程 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這整個過程 我們要來寫程式 來 首先 在我們 我們這樣子無助於我們了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首先要先確定的 是不是 欸 這邊是填ID 對不對 大家覺得 這個 這個資料表的長度應該是多少 它是幾乘幾的 有沒有人想得到 它是幾乘幾的 資料表 應該是 這個 這個的數目應該是 幾個人嘛 對不對 這裡應該是幾個BIM嘛 幾個人我要怎麼獲得 我怎麼知道這邊有幾個人啊 我怎麼知道這邊有幾個人 欸 你想想看你會哪些函數 你現在回 仔細看看 你手上有的核心函數 然後你看看這個資料表 這個是不是 很適合用什麼 Factor 跟Levels 然後Lens 之類的東西 可以把它組織起來 對不對 這個疾病是不是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 這一行提供了我們 這一行的 人的名字 提供了我們這個 這個就是RAW的數目嘛 對不對 那 這個COLEN的數目 是不是被BIM的 這個 數目給確定 可以嗎 所以說 我們 第一步我們要做什麼 來 看著喔 我們首先 需要先把它 asFactor 先把它轉成Factor之後 後面才方便我們做事 因為我們要利用Factor 有字典的這個特性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把它做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Data 1 現在Data就是講這個樣子 好我們現在需要 我們現在需要貼這個 Level Sample 注意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喔 我們已經 你先想一下我們Excel 在做這件事情 手工的過程 我們首先是不是需要先知道 總共有哪些人 這樣可以了解嗎 哪些人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有很多 我不知道 我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直接用Levels 但Levels這個函數 要先Aspect才能用 所以 注意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個過程 所以我第一步 我要先去取得 有哪些人喔 這樣可以嗎 好 哪些人取得了Level Sample 這是不是就是 我的人數 那我要 我的人的名字 那我要怎麼知道 他的人數 用Levels嗎 這個是不是很簡單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接著 你有了哪些人 你要拿哪些病 大概 這個大概就不會太困難 這個 N Sample 就是Levels 對不對 然後 這個 Levels Desease 好 我貼到這裡為止 大家 可不可以接受 我現在 知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做這個過程 因為 我在最開始 我要把 這個表 換成這個表的時候 我總是要預先知道 我到底要填多長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所以下一步的問題是 那我需要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我剛剛在 Excel裡面有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在 R元裡面開一個 新的 東西 給我們填 這個我們九九成法表 那個時候是不是有選過 我們開一個新的矩陣 讓我們填字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我們怎麼開呢 那很簡單 一定就是Matrix 跟函數了 對不對 來看著 Matrix跟函數 來 Matrix跟函數 我們先全部都填頂 你要填什麼數字都可以啦 你填 你填這個 這個就是 空字元也可以 你填NA也可以 好 NewData等於Matrix 隨便填一個 然後NumberOfRaw 就是N.Sample 對不對 真的沒有問題 NumberOfColon 就是N.Desist 加1 因為我全面第一個來 要填ID嘛 好 我執行完這一行以後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的NewData 我們NewData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好 他是不是要先填ColonNames 這個是 我們是不是要填這個 填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填Desease 這樣可以吧 所以 我是不是要用ColonNames 核心函數 ColonNames我不是有講過 它是一個核心函數 好 NewData 等於 好 注意喔 第一個 我們是要填ID 後面才是填我們的 LevelOfDesease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們這邊有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 Colon是填ID 我執行完這一行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NewData 這裡是不是已經被我改掉了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我需要把ID填進來 對不對 我需要把ID填進來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我要怎麼把ID填進來 是不是 它是不是我的第一個 Colon 我是不是可以把 所有的 LevelSample 把它全部填進來 這樣是不是 我的表情出具出形 我先把 等於我先把ABCDE所有的人 把它先填下來 對不對 我接著再來看這裡 到底是True還是False 對不對 當然 所以到這一步為止 到這一步為止 是不是 大家應該不會覺得 就是 非常的難理解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之後 我們之後三節課 還會教大家很多 資料處理的技術 就是 範例 我們會給大家很多範例 會越來越難 那 大家的第一步 都是先產生 空的資料表 然後開始填一些 你可以填的東西 先填進去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接著 下一步來 關鍵來 我要填這個 對不對 來 看一下我Excel的過程 我怎麼確定這個呢 我 到了原始資料表之後 對 IDA 做篩選 對不對 我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對不對 好 請問一下 我要怎麼在原始資料表 原始資料表 原始資料表是不是這個 DATA這一份 我要怎麼對IDA做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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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第一個 color 它是不是就是ID 我問它 是否等於A 這個 是不是 true的就是 等於A的地方嗎 對不對 false的就是不是等於A的地方 我是不是有說過 這個東西是可以做鎖引直的 true跟false邏輯線上是可以做鎖引直的 所以說我可以把這個 DATA裡面 我用A當鎖引直 把它放到這裡來 我是不是就把A給篩選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貼在下面 我們把這一串貼在下面 這一串 那 A是不是被我鎖引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可是 這邊有一個問題 A是不是第一個人 A是第一個人 A不是D A不是 我們為什麼選A 只是因為A是第一個人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知道A是第一個人 我們是不是 Level Sample這裡決定 是Level Sample裡面的第一個人 是這樣子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是Level Sample裡面第一個人 我現在選的其實這個人 我也可以把Level Sample第二個人把它換掉 所以我應該要這樣寫 i等於1 然後 我們把Level Sample i 我這樣寫 我這樣寫 好這樣子 是不是出來就是第一個人 那我 i等於2的時候 我這樣出來是不是就第二個人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接著咧 我有興趣 我選出這個人了以後 我剛剛在做什麼事 我在看他有幾個Desease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一行 這個他人 我是不是就已經捨去了 我不要他 我其實只要看他而已 這樣對嗎 我其實只要看他嘛 對不對 那 我要怎麼樣只看他 這裡再加一個所以 我只看Desease 這樣可以嗎 這樣子我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變得更乾淨了 現在就只有這些疾病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東西 我們想要看的是 我們想要看的是什麼咧 這四個疾病 有沒有出現在前面這裡面 對不對 這四個疾病有沒有出現在前面 這個 你需要用到 percent in percent 前面的東西有沒有出現在後面 就是percent in percent這個運算值 就是percent in percent這個運算值 好 我們看著喔 levels disease percent in percent 這個東西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就是 出出出出出出 或者是 I等於二的時候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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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要填在 我不要第一個column 因為第一個column 已經被我填ID了 對不對 填在第 I個人上面 這樣可以嗎 好這樣子的話 I等於一 我們全部執行一下 你看一下你的new data 是不是被我填上去了 I等於二 再執行一次 第二個人是不是也被填上去了 I等於三 第三個人是不是也被我填下去了 好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 就講到這裡 請你 我基本上只 我這邊 我在範例這邊 只完成了一個人 不過我希望 不是 就是我希望 是這樣子 就是 大家不要就是一路貼下去 然後真的只完成回圈的部分 我如果到了這一步 要打包成回圈 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對不對 我想你們都不會覺得太難 重點是我怎麼 你看這一行是不是很長 這一行非常長 對不對 我怎麼一步一步想到這裡 注意 我是跟著我Excel怎麼做 我手工怎麼做 我程式就怎麼做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我們在學資料整理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先不要想著 有沒有哪一個程式 哪一個函數 哪一個程式 可以幫我很快速的 把我願望達成 你先想一下 如果你手工要做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怎麼做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我們希望 今天的練習三 基本上就是希望 完成這個過程 你把這個資料表 這個技術掌握 那這樣子 就是可能 我會留一些時間 給大家練習一下 不過我可能要 就是我可能要先 離開一下 如果有問題 我們先問一下助教 好不好 那你們今天的 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練習三給寫出來 而且 希望你是不要看前面的這個 不要看前面我 就是你不用貼的 你不要用貼的 我們再重新 repeat一下那整個過程 先開一個新的資料表 對不對 那這個資料表的 Number of row 跟Number of column 各是多少 你需要看前面的 你需要看前面的這個 Number of 這個 sample 跟Number of disease 去決定 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空的資料表 填完之後 你要先填ID 跟填column names 對不對 然後接著一個一個來看 你要怎麼看他咧 你需要先篩選出那個人的data 並且只要看delice 你不要看這個 你只要看delice 然後去仔細的檢查 這一些疾病 有沒有出現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記住剛剛整個流程 再思考一下 然後自己親手去完成它 你會發現資料整理 原來其實沒有那麼難 你會的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你們以後會有非常多事情 需要用到手工 你怎麼會 你為什麼 你一年級就有人叫你 超兵力喔 就有人叫你 鐵兵力 down 就有人叫你整理資料 很快就要了沒有錯啦 但是至少還有一個 你應該大五才有可能 遇到這件事情啦 好不好 不過你預先準備好這個技能 以後會變得很快 好那我就把時間留給大家 好嗎